很白 非常輕生活潑 在週末時段聽到這首歌 感染那個歡樂的氣氛 快樂哦 我看雷雅好像舞蹈 也不是你的床強項 對 但是我當初會選這首歌 是因為我之前有做過 是哦 然後我很喜歡這一首歌 在演唱的感覺 因為我們大家就在跳 當和音就不一樣 我只要負責 所以我就想說 這一首歌我來比賽 我一定會 因為常常唱 可是我發現 就是唱和音只要吳吳 所以我不會覺得累 可是要從頭唱到尾 還滿累的 真的 但是你的氣氛感染現場 尤其我們那個玉達 雙子 高齒 他們的 年輕朋友一開始聽妳 剛剛蒨時一摔打 他們就這樣 很投入 對 大家都進到妳的世界 妳那個嗚 嗚 他們這樣 沒有 他們跟著搖擺 對 表示他們真的吸引到他們 就對了 很用心在聽 等於感受電視機前面 觀眾我們的感受 對 好 接下來我們請評審來做講評 薛忠銘老師請 憲實 憲實 我覺得 今天你這個表現 真的很像在做演唱會 尤其那種沉重的一摔 我覺得那個摔的感覺就是 我覺得你現在是 還是那句話 你進步很多 你有把這個表演融合 在音樂裡面 尤其在副歌的地方 我覺得那個情緒 尤其它是漸層式的揚起 對妳來講 妳是最好發揮的地方 這一點妳唱得非常非常不錯 當然就是妳A段靜歌 靜歌前面還是會稍微有點 比較不是很有自信 尤其在第二次靜歌的時候 妳會稍微趕了一點點 有點可惜 要不然這整首歌 應該是非常完美 所以憲實其實表演已經 我就認為沒什麼問題 唱歌我覺得 再拿出一點自信來 對妳會更有幫助好嗎 加油 謝謝老師 蕾亞選一個 原來當和聲的角色 現在自己要當主了 所以自己要來唱一個主角的時候 會發覺到 有點落差不太一樣 所以唱起來 勉強裡面 雖然聽起來是 有在節奏上面 但聽起來是比較吃力的 尤其在尾音的地方 譬如我摔 它低音比較低的地方的時候 你比較容易不太容易抓得到口心 那要是我的話 我比較會建議你前面上 你不用 每個地方都唱那麼黏 你可以再唱得稍微再有力量 你再切得細一點 沒人比我帥 或是說你直接就念那個字出來 可能對你會再有力量一點 好不好 再加油 謝謝老師 謝謝周志平老師 請 蕾亞這個 整體表現是非常好 只是我稍微有聽到一點累的聲音 因為也難怪 因為這首歌本來就是很累的 可是唱首歌最主要的 就是你要把自己 當成一個瘋婆子的感覺 然後那個瘋戒爾才會出來 然後當然這個體能也很重要 你看他們都是身經百戰 都練出來了 我們才剛剛加入 這個體能要迅速的跟上 好嗎 是 謝謝老師 那那個蒨時 其實我一直在想說 蒨時什麼時候會唱 張青芳或者正義的歌 因為我覺得你的最大的特點 就是你的高音 很輕量而且很好聽 可是我還是希望 你能夠再調高半個Key 讓我聽到你的界線 就是你最漂亮的那一部分 現在我總覺得 還是有一點保留 不過我的分數 還是給你打得很高 我自己是覺得 建復這一關其實滿難過的 老師 我會盡力 好 堅強一點 秀蘭瑪老師請 唱跳真的很難 我已經看到 你有很小力在跳了 可是真的沒辦法 就是像我們運動 就比較少運動的人 來唱這一首歌 就真的是會很喘 那在很喘的狀態之下 要把每個字都連接在一起 就是會比較累一點 我在等你那個 你最擅長的這個部分 就是想不想靠過來 靠過來 這是你最會的 結果 臭小子 好 就差一點點 加油 你的體力 就可以更好了 謝謝老師 兩個都表現不錯 接下來我們來看他們的成績 看楊蒨時這首歌 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高音非常輕量的蒨時 這首歌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70 80 90 90 91 小數點繼續在跑 好 恭喜得到91.4分 加油 跟上週是一樣的 91.4 能維持這種平均相當不錯 接下來我們看 蕾雅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第一次在No.1舞台 嘗試唱跳的蕾雅 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60 70 80 80 80 幾分 89 小數點是多少 得到的分數是89.6分 謝謝老師 兩位也辛苦了 接下來我們介紹三號參賽者 的